哈喽 中韩方便便大PK 首先看到呢 左边是我们在韩国机场跑来的 屁桃的这个方便便 右边呢是我们的康师傅大石筒 最近康师傅大石筒 涨价了耶 原本卖的是3块5来着 现在呢涨到了5块5 现在涨了2块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 开箱 可以这么说 我们先来拆开我们的 康师傅大石筒 哎呀有点难拆见谅 好嘞 可以看到呢我们康师傅 大石筒是有4包 调料包有 老檀山菜包有 这个常用的这个萝卜呀 这个香葱什么东西 还有我们的粉粉包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这个油好 我们现在呢来拆开 韩国的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来拆开这个韩国的方便便 这个韩国的方便便呢 跟大家讲一下大概是 呃 9块钱人民币 可以看到呢它的包装是非常可爱的 萌萌大的屁桃 好拆开了可以看到有两包调料包 这两包摸起来呢都是 这包应该是粉状的 然后这包呢是油油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呃方便面 看一下面吧 面的区别呢韩国是这种 这种面饼 但是呢呃跟中国的面饼 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我们买的是大石桶 所以呢这个色量可能会相对于多一点 然后呢 除了调料面饼以外呢 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后面面呢都是会有带这个叉叉 对大家常见的就是这个叉叉 好我们现在呢来进行这个 好吧就是泡方便面 这个大石桶很大 中国的调料呢是有四包的 韩国调料只有两包 但是呢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要等会儿 我们泡开了之后呢 做一个这个外貌大TK 看一看哪个看起来更好看 好吧 拆桃料包拆的我心好累 虽然看的有四包桃料包很开心 但是真的是这个过程真心好累呀 好 最后的油包 拆油包我每次是 心里是最紧张的 因为很容易把油包拆坏 甚至是拆到手上 所以拆油包呢是 不太好的一个 不太好的一个体验感觉 好嘞 把润色丢掉 韩国的方便面呢 它其实是买的是拌面来的 所以呢 处理方式不同 这个呢是直接加水泡开 然后三分钟即可 这边呢是要拿水泡三分钟之后 把水倒掉 最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调料包 好 这是我的方便面 那么小小的面面 看起来是很迷你的 哦 等等 我在里面发现了东西 大家看 这下面是有这个辟桃的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有预感 泡水它会变大 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应该是鱿鱼片吧 鱿鱼片 啥的 超屁桃 超可爱的 加水 让它泡一泡 好 它可以多放一个 因为等下还要倒出去了 好的 因为这个是拌面的原部 所以要多泡一点水 加快它的 加快它的那个泡发 不过 屁桃超可爱 但是呢 我们中国的这个面呢 就不能泡 太多水 因为如果你泡太多水 那个 汤的那个 味道 我觉得没有还有 主要是会被 被泡坏 因为 这个韩国的面 它是很有韧性的 很质量 是密度 可能会 我个人会认为 会比我们国家的这个面 要大很多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给它搅拌一下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的这个方便面呢 它是 这个面饼啊 为了让它 这个 受汤泡均匀 所以要搅一下 已经闻到 浓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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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韩酸菜的香味 好 我们继续盖上 要看一下韩国的面呢 啊 感觉韩国的面 已经可以了耶 没有 最主要是 皮桃太可爱了 好吧 让它再泡一下 好 我们也来搅一下 我们这个 皮桃的面 嗯 这个 触感呢 也是很不错的 等一下放入料以后 还是可以焖一焖的 会更好吃 好 现在再让它再 再 再焖一下 好 现在把水倒掉 水不用倒太干净 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了 可以了 OK了 嗯 现在就这样子 我们要放调料了 有小蚊子 小蚊子被香料吸引过来了 小蚊子被香料吸引过来了 确实这个 刀料的这个过程有点痛苦 好 我们现在呢 已经放入了这个调料 然后呢 它是一包粉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 像 蚝油 蚝油 蚝油之类的 放心 韩国没有蚝油 嗯 形状有点像 好 我们现在来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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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料是类似于起司 然后那个酱的话是 呃 调味酱油 还有一些 会有种辣感的 其实这个面哦 嗯 这个翻译成中文 可以叫做 火鸡拌面 火鸡 火鸡 哈哈 对对对 有没有搞错 嗯 确实 但是韩国的火鸡的意思 火其实是表示辣的意思 闻到了浓浓的起司的香味 对 其实韩国人很喜欢起司的 啊 我的屁头 就是甜辣甜辣的感觉 我的屁头 好 再让它再稍微焖一下下 焖一下就可以吃了 咱们现在来开箱咯 首先呢 是中国的康师傅老堂生菜 然后是我们韩国的披桃拌面 可以看到呢 其实啊 从颜色上来说 更偏向于韩国这一款 因为我感觉它的颜色看起来就是那种 呃 偏黄色 黄色的这个是更让人有食欲的 然后呢它上面其实是有看到有很多那个香葱的那个 香葱的那个小的那个 碎碎的那个绿色的 其实看起来是特别有食欲的 加上呢有我们的屁头小鱿鱼 吃相机手抖啊 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泡面 可以看到呢在视觉啊 因为在外貌来说 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都是国人了 好的啦 屁头的面看起来是更胜一筹的 好你吃 好 好 赶快开吃 赶快拌一拌 吃一吃 你就拿更更更更 味道更好 好 简单来试一下 哎呀 怎么办 我好想一口全部吃掉 它这个面啊有点像长寿面的感觉 各位观众由于主持人吃相不雅啊 我就从这里开始切掉了 然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拜拜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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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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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的 感谢观看